嫂子怀孕了 哭着闹着非要吃我的狗 我匆匆赶回家 陪伴我十年的狗已经上了餐桌 嫂子在餐桌边吃得满嘴流油 狗肉很好吃 你来一块呀 我上去就先翻了餐桌 你也不怕你的孩子遭报应 妈妈暴怒地把我赶出家门 我悄悄暗紧兜里那张中了一百万的呱呱乐 这个惊喜已经没必要跟他们分享了 对吧 嫂子怀孕了 在家里哭着闹着 非要吃我的狗 刚开始我接到妈妈的电话 对她的无理取闹嗤之以鼻 金宝在我家十年了 陪伴我和哥哥长大 是我家重要的家庭成员 嫂子才嫁进来多久 我不细地说 妈 你就让她闹去 咱们不听就完了 对了 我给金宝买了一箱罐头 你记得去快递站拿一下 妈妈很敏感地追问 多少钱的罐头 你怎么这么大手大脚 我赶紧避开她的话题 哎 妈我不跟你说了 领导找我了 我的不以为意 很快就遭到报应 我以为我家人跟我一样看中金宝 没想到中午 就在嫂子的朋友圈 看到金宝被杀了 照片里是一大袋处理好的狗肉 一颗五毛的狗头 端端正正地摆在案板上 狗眼恐惧地睁着 死不瞑目 佩文是 晚上吃狗肉咯 嘻嘻 我气得发抖 不敢想象金宝死前该有多绝望 她最信任的家人 向她举起了屠刀 我买了最快的高铁回家 到家刚好是晚饭 进门就看到一家人 围坐在餐桌边 桌上一大盆狗肉 嫂子吃得满嘴流油 她看见我得意地说 对背 狗肉很好吃 你来一块 转头又对妈妈说 就是这狗太老了 肉柴得有点费呀 我无法忍受 家人被大卸八块做成菜 始作俑者还要嫌弃她 肉质太老 我上去就先翻了餐桌 饭菜打翻了一地 我愤怒地盯着她 你也不怕你的孩子遭报应 嫂子脸色一变 人还没动 我妈就先冲上来杀了我一巴掌 她愤怒地骂 你在这里揍谁呢 你嫂子肚子里的是你的小侄子 快给你嫂子道歉 我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妈妈 她猙獰的表情让我十分陌生 一直以来 这个家只有我关心她 她腰疼喊了一星期 其他人充耳不闻 嫂子只责她想偷懒 只有我带她去医院 给她买药按摩 明明只有我对她好 她却这样对我 我含泪质问她 她吃了金饱 还要给她道歉 妈 你还讲道理吗 嫂子得意地轻轻摸肚子 吃你的狗又怎么了 狗还能跟孙子比 我抓起一个杯子 就砸了过去 喷的一声 杯子在墙上砸开了花 嫂子抱着头 躲到爸爸身后 她大叫撒泼 妈 你就看着你姑娘这样对我是吧 妈妈却先哭了 她用力地拉着我 挤巴掌扇到我脸上 你没事招了你嫂子干什么 爸爸忽然起身 指着我妈滚出去 不给你嫂子道歉 就给我滚出去 我被删的脑子咬咬响响 看着满地狼奇的家 和绝情冷酷的父母 半晌 我决然地说 好 我今天出了这个门 就不会再回来了 爸爸把我推散出家门 妈妈一边哭 一边把我的衣服和日常都扔出来 你正不懂事 就出去住 你嫂子怀孕了 你拿杯子砸她 我真是造了你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一切怎么就成我不懂事 我做错了什么 她如果不杀金宝 今天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爸妈把我关在门外 嫂子在屋里又哭又闹 妈妈哭着说 儿媳子你放心 我们不会再让她回到这个家里 你吃个水果消消气 别伤到孩子 我在门口听到她的话 心寒得彻底 伸手按住都领一张中 一百万的呱呱了 这个惊喜 已经没必要跟他们分享了 对吧 昨天刚挂出一百万 我在出差的酒店里 高兴地蹦床 第一个念头 就是要首付一套大大的学区房 一家人住一起 对出事的小侄子也方便上学 爸妈的表现 就让我明白了 这个家没我的位置 只要嫂子不高兴 我就会被赶出家门 我蹲在地上捡衣服 手机一直在响 哥哥给我打了很多电话 我气冲冲地接了 我就是答应老婆了 你想怎么样 哥哥很无奈地说 我能怎么样 你们俩都是我的祖宗 想被你别冲动 我知道是他先找事 你也没碰着他 你等一下我 我还有十分钟到家 我拖着行李箱下楼 刚走到岔路口 就看见下班回来的哥哥 我站在原地冷着脸看他 哥哥满脸疲惫 顺手就想帮我拉行李箱 怎么哭成这样 收拾行李干什么 我冷着脸躲开 干什么 爸妈为了你老婆 已经把我赶出来了 哥哥尴尬地放下手 以后别冲动了 有什么事 就先跟哥打电话 我心头火气冲起 我怎么冲动了 他杀了金宝 你就看着是吧 他难过地说 是我没护住金宝 妈带出去的时候 我以为他要遛狗 你要怪就怪哥 我哽咽地哭 怪你有什么用 怪你金宝就能回来吗 哥哥低着头 哥再给你买只狗 还是金宝行不行 我讽刺的回 每天我死了 你也去领养的妹妹行不行 哥哥露出被刺伤的表情 你是我妹 别人怎么能比 我哭着喊 我是你妹妹 金宝也是我妹妹 他陪我了十年 哪只狗都代替不了 小时候家里着火 还是金宝救了你 现在你们杀他吃肉 还有良心吗 哥哥羞愧的不敢跟我对视 艰难地说 你冷静点 这是谁都没有错 你嫂子小时候被狗咬过 所以才会怕金宝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哥哥 金宝都被杀了 他还在说谁都没有错 还在为凶手开脱 为了嫂子 你是一点良心 被不要了 我心里有了一口气 不吐不快 小时候被狗咬过又怎么样 被狗咬过 就能随便杀别人的狗了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他就知道咱们家有金宝了 真不能接受狗 为什么还要选你呢 自从你娶了他回来 你看看咱们家成什么样了 金宝好好的被杀了 爸爸本来已经退休了 现在又出门打工 给你俩挣钱 妈以前过得多随意 想做饭就做饭 不想做饭就随便打发 咱们吃口方便面 现在他每天就差 把安全席搬上桌了吧 你在嫂子嘴里 有听过他一句好话吗 哥哥被我骂的头越来越低 声音里有点哭腔 都是哥不好 你要怪就怪哥 你嫂子怀孕了 他现在情绪很明反 你多让让他 我目着脸问 我都被赶出家门了 还要怎么让着他 现在无家可归的 是我呀 哥哥低垂着头 最后说是哥没本事 等他生了 我会带他搬出去 我想骂他 想打他 但他第三下四的样子 却让我很心酸 那个家我以后不会回去了 哥哥给我转了五千块钱 让我先找个地方住下 我直接点了退还 不用 我自己有钱 他抢过我的手机 又发了一遍点了收款 哥让你在外面 住心里已经很难受了 你就当给我个面子 我不想跟他争 拿回手机转身就走 他追在后面嘱咐 就找家门口的酒店 别跑太远 晚上有时给哥打电话 我拖着行李箱 倔强地不回头 却不争气地泪流满面 我们兄妹的感情 从小就很好 不知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我在女同事家 借住了半个月 哥哥给我打来一次电话 他语气小心地问 这几天怎么样 你别怪爸妈 我刚看着妈妈在你房间里哭了 其实他们也不好做人 你嫂子远嫁过来 他们是公公婆婆 总不能站你那边太明显 爸妈心里是有你的 等我带他搬出去 爸妈还是欢迎你回去住 我想起妈妈那毫不犹豫的一巴掌 冷笑一声 哥你说谎话心虚不 心里有我 我出来这半个月 爸妈可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哥哥善善的 我能感觉到 他在努力缓和我跟父母的关系 可是真没必要 就这样吧 各自过好各自的 哥哥遗憾地叹息一声 彼此静默后 我挂了电话 我想起被赶出家门的无助 忽然就想买个房子 这个念头一起就收不住 我想要一个 谁都不能把我赶出去的家 现在二手房很多 大多都降价 我正看得心烦意乱 嫂子忽然给我打了电话 他愤怒地质问我 你哥为什么要给你打五千块 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马上要有孩子了 哪哪都要花钱 你哥就赚单撒瓜辣枣 你还带他要钱 你要飙连 我还当什么事呢 原来是为了那五千块 我冷喝一声 那你呢 让着怀孕 就把别人的狗杀了 你要不要脸 嫂子气疯了 你竟然敢骂我 我草某某 我立即挂动电话 把五千块转给他 然后把他拉黑 再把转账截图甩给哥哥 我直接说 五千块我已经转给你老婆了 毕竟我不能不要脸 以后你跟你老婆都别再来找我了 哥哥反应不过来 什么 贝贝你等等 我直接挂动电话 把哥哥也拉黑了 我不想被原生家庭的破事纠缠 但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 两天后 我在公司楼下见到了妈妈 我下班着急去看二手房 越过他时都没注意 妈妈喊了好几声 我才看到他站在公司角落里 手里抱着一个保温盒 妈 你怎么来了 妈妈把保温盒递给我 称怪的说 我不来看你 你这死妮子 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跟妈说话了是吧 我的眼泪差点出来 绝强地转过头 不是你们把我赶出来吗 妈妈你问我一把 不把你赶出来 你天天得跟你嫂子干账 他现在怀孕了 你就不能让让他 就不能等他把孩子生出来再说 我不想跟他聊这个 打开保温盒一看 里面满满一盒炸排骨 我以为母女关系有点缓和了 妈妈碎嘴地抱怨 你说你这脾气将来怎么办 你把钱给你嫂子就敲敲给 没事跟你哥说什么 你哥那天回来 就跟你嫂子吵一架 你嫂子差点住院 炸排骨的香气上有余温 我的心却冷了 他没关心我这半个月住在哪里 上来就指责我让哥嫂吵架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别什么都赖我头上 怎么跟你没关系 你给你嫂子还钱就偷偷还 为什么要截图给你哥 你就是看不得他俩好是不是 非得搅和他们吵架是吧 妈妈恨恨地打我两下 你嫂子肚子里的孩子万一有好歹 我跟你没玩 我把保温盒还给他 冷下脸 你放心吧 以后我把你们的电话都拉黑 我也不会回去了 他俩再有什么事 别怪我头上 我跟妈妈吵得不花而散 只有把家里人都拉黑 世界终于清静了 跟家里锻炼了一个月 我过得很平静充实 我在公司附近买到一套新移的房子 还挨着地铁口 有个大露台 不仅南北通透 一开窗就能看到小区的湖景 白天的采光也很好 阳光能直接晒到沙发上 我用了十分钟时间决定买下它 感谢呱呱乐 如果不是中了一百万 我肯定没钱买 我填上了所有的积蓄 以一百二十万的价格 全款买了下来 搬进新家的第一天 我躺在乱糟糟的客厅里 睡了最安心的一觉 这个家是我的 谁也不能把我赶出去 住进新家的喜悦感 并没有维持多久 正在上班的我接到哥哥 用握身号码打来的电话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疲惫 贝贝 明天有空回来一下吗 我听出她声音里的异样 怎么了 哥哥说 妈查出了肿瘤 我脑子嗡的一声 一时间听不见任何声音 我曾经无数次 在心里跟他们断绝关系 也曾无数次幻想过 某天妈妈来跟我借钱 我一定会高傲冷酷地拒绝 但当我听见她得了肿瘤 还是心慌了 我着急忙慌地回了家 家里的氛围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每个人脸上都很轻松 哥哥亲热地 把我推到餐桌边坐下 贝贝回来了 妈特意买了只土鸡 给你炖汤 餐桌上的菜很丰盛 妈妈从厨房端出一碗鸡汤 嫂子瞥了她一眼 妈妈手里的鸡汤 从我面前拐凌弯 放在嫂子面前 嫂子冷哼一声 哥哥默不作声地起身 到厨房给我端了一碗 我不稀罕鸡汤 但看嫂子的臭脸 寡淡的鸡汤 忽然就美味了 嫂子的白眼快翻到天上去了 低声嘟闹了一句 都赶出门了 还厚着脸皮回来 哥哥没煎一醋 你给我闭嘴 爸爸提筷子 倘若无视地说 吃饭吧 他们的表情很平静 对杀死金宝 以及把我赶出家门的事 没有一点歉疚 我没动筷子 不想跟他们维持虚假的和睦 你说妈得肿瘤了 什么病 哥哥说不是恶性的 做个切除手术就行 我点点头 如果需要我出些手术费 提前跟我说一声 最近买房 已经把我的存款掏空了 如果需要支付手术费 我得去找朋友借一点 嫂子一听这话 就把筷子拍在桌面上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只打算出一点 她指着我的鼻子 毕声说 我跟你哥孩子马上要出生了 这钱我们一分都不会出 这是你妈 你得出钱 妈妈的脸色瞬间很难看 她一心讨好的儿媳妇 在饭桌上明说不会管她 这事怎么看都挺讽刺 我似笑非笑地 看向哥哥 哥 你请我回来是参加红闷宴的呀 哥哥脸色战红 冲嫂子吼了一声 你能不能别说话 嫂子拍了桌子站起来 姓陈的我告诉你 这钱你要赶出一份 我明天就去把孩子打了 她自己有亲闺女 凭什么让咱们出钱 妈妈坐在桌边无声捶泪 我看得很心酸 即使她很偏心 我还是无法完全不管她 到时候看手术费是多少 我尽力帮忙 妈妈拉着我的手 低头抹眼泪 还是女儿好 妈妈就靠你了 我揽住她瘦弱的肩膀 看她花白的头发很心酸 她忙碌碌一辈子 总是被忽视和辜负 我的联系上有余温 妈妈话锋一转 你这些年存了不少 愿意出多少就看你了 我有些诧异 她怎么知道我存了不少钱 妈妈直接跟我算账 这些年你吃家里住家里 每月就交两千块生活费 再有一千多乱买些东西 你最少存了二十万 我像被东红泼了盆冷水 妈妈把我的钱算计得明明白白 我在这个家里如作针毡 哥哥看出来了 开口说 妈 这钱我跟小妹一起出 我这个月奖金就能下来了 不够再让小妹补一点 妈妈立即打断她 你要养孩子 哪里有闲钱 就让你妹出 她有钱 她有钱这三字 在我的脑海里咙咙作响 妈妈总说她对我跟哥哥是一样的 现在看来是不一样的 这个饭不要吃下去了 我站起来匆匆进了厕所关上门 晚一步我都怕当着他们的面哭出来 哥哥在客厅里跟三个人吵了起来 你们有毛病吗 为什么就非得让贝贝出钱 她的钱比我好赚吗 我都说我出钱 我出钱 听我一次会死吗 妈妈和爸爸七嘴八舌的狡辩 嫂子依仰怪气的说她有钱的狠 当初财力怎么不肯多掏一些 我在厕所里平复了很久的心情 用冷水洗了脸 走出去对他们说 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提上了包就要走人 嫂子忽然冲过来抓住我的包 你这么着急走干什么 该不会是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吧 我眯眼看她 你什么意思 嫂子冷笑一声 什么意思 我放厕所的金镯子刚不见了 只有你去了厕所 就是你拿了 她动作粗鲁地夺下我的包 把里面所有东西倒了出来 一个金灿灿的金镯子掉了出来 嫂子指着金镯子立声质问 你还说不是你偷的 爸妈的表情惊诧又愤怒 妈妈直接喊了出来 你偷你嫂子的金镯子干什么 我气笑了 报警吧 嫂子愣了一下 不敢接话 我淡定地说 如果是我拿的 金镯子上肯定会有我的质问 我瞥了她一眼 这个蠢货该不会不知道 客厅是有监控的吧 爸爸看了眼地上的金镯子 开口当何事老 这也没拿走 就不用报警了 这也没拿走 这话很微妙 还是默认我偷的 我愤怒地质问她 爸你什么意思 你们就认定 这镯子是我偷的 爸爸微微挪开视线 避而不打 她知道不是我 为了嫂子 非要把这个污名按在我头上 嫂子阴阳怪气的拱火 不是你还能是谁 真是搞笑 我的金镯子 还能自己长腿跑到你包里 我冷笑 既然你们都觉得是我偷的 那就报警吧 看看这金镯子 是怎么跑进我包里的 嫂子翻了白眼 就是你偷的 还狡辩 真不要脸 我直接掏出手机 哥哥快步走过来 按住我的手 语气里有微不可查的哀求 小妹 哥求你了 别报警 我瞬间情绪爆发 凭什么不让我报警 你让我下半辈子 都被人当小偷是吧 嫂子在旁边来了一句 就是你偷的 还不承认 哥哥忍无可忍地 冲她吼了一句 你给我闭嘴 你不知道家里有监控吗 我妹妹不可能拿你那个破镯子 哥哥翻监控 找到嫂子偷偷摸摸 往我包里塞金镯子的画面 举到嫂子面前 你自己看看 是你往我妹妹包里放的 哥哥情绪彻底控制不住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嫂子反而冷静下来 她冰冷地看着家里的每一人 讽刺地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 她指着妈妈 你们一家子只会说好话哄人 结婚前说会给我买房 到现在还叫出来了 还不买 就哄得我当怨大头 我怀着孕呢 你妹冲我砸杯子 爸妈你们之前怎么说的 嗯 你们跟我说 再不会让成队回来了 这才赶出去多久 你跟你妈就明里暗里地说 要让她回来住 嫂子歇斯底里地喊 多把梁弄好欺负是吧 哥的眼里 对嫂子的爱意已经不剩多少 只有深深的疲惫 房子的事情是我对不住你 但我也说了 再存五万块就够首付了 就能带你搬出去住 你为什么就看我妹妹那么不顺眼 就非得把她赶出去 嫂子兵懵地嘲讽 啊 你这首付永远都存不够 今天你妈并没有要手术费 明天还叫出生了 哪哪都是钱 家里只有你这个 哥能出钱是吧 你妹最少存了二三十万 为什么不能让她出钱 我冷冷地开口 我妈的手术费我会出一半 你也少在这里拿话击我 权力和义务是对等的 你们在家里吃住过花钱 我每月要交两千生活费 爸妈每个月给你们补贴 我一分没有 现在我有多少钱 也是我自己上班存的 妈妈伤心地看着我 你就这么跟爸妈计较 你个白眼狼 白生你了 我也懒得跟他争吵了 拿起包自己出门 对对对 我就是白眼狼 你就是白生了 只要我没有道德 谁都别想到的绑架我 妈妈做了乳腺肿瘤 切除手术 我只出了一半费用 哥哥在电话里说 等医保报销下来 我给你还回去 我并不担心 他会没我的钱 没事不着急 哥哥愧疚地说 小妹家里多亏有你 妈妈一住院 爸爸就说自己高血压 躺在床上起不来 嫂子直接收拾东西 回了娘家 哥哥的项目到了关键期 只有我请了几天 来医院照顾妈妈 不用说这些了 你赶紧把你的工作弄完吧 我拿着手里的外卖 走向病房 还没靠近 就听见妈妈的声音传出来 我跟你说 还是得生儿子 儿子才靠谱 我儿子真的特别孝顺 自己没啥钱 也要给我交手术费 每天都给我打一个电话 特别关心我 旁边病床的阿姨 弱弱反驳 我看你女儿也不错 这几天都是她在照顾你 每天跑上跑下 给你办手续 买饭 那天我看见她跟医生沟通 也很细心 各种注意事项 都问得很清楚 妈妈择的医生 简短了一期音 包含了不屑 难以言说之类的情绪 都是庄的 她很自私 有钱就自己藏着 我生病都不愿意拿出来给我治 说来照顾我 天天抱着电脑 不知道在干啥 还给我白脸色 谁稀罕哪 杀人诛心不过如是 我的脚被钉在地上 心里豁了个口子 冷风直直往里灌 妈妈相如已沫 几十年的丈夫 装病不来照顾她 一心讨好的儿媳妇 跑得更快 儿子只是出手术费 打几个电话 就是很孝顺 唯独女儿坐在多 都是不好 真的很可笑 也很可悲 妈妈的手机铃声响起 她接起来后跟那边的人哭诉 儿子 你什么时候能来下医院 你妹根本就不愿意照顾我 傻傻说 她就是不愿意好好照顾我 说去买饭 这半天都不见人影 就是想饿着我 我在这时候推门而入 把手里的外卖放在桌上 妈妈看见我 脸上的委屈还来不及收回去 震惊又尴尬 我抢过她的手机 跟那边的哥哥说 哥吗 妈这边我照顾不了了 我公司有事得马上回去 你有空就给她请个护工吧 哥哥反应很快 已经猜到了什么 啊 对背 你别跟妈计较 我冷淡的说 我不计较 随便来个人伺候都能比女儿好 为了妈的身体着想 你请个护工吧 我挂断电话 把手机扔在妈妈身上 冷冷的看着她 你老公跟你过了几十年日子 你一病 她就装高血压 你儿媳妇跑得比谁都快 你儿子得上班也来不了 全家就只有我来了 你说的对 女儿啥都不好 以后别找我 妈妈的眼泪瞬间就下来了 她如如的说 我就瞎聊天 你别放心上 旁边的阿姨也很尴尬 干爸爸的帮忙说情 你妈肯定不是另意思 我四笑非笑的看向她 那是没意思 手术费我也出了一半 到她嘴里就是儿子全出的 既然儿子那么好 就去找儿子吧 我转头看妈妈 现在你如意了吧 我彻底看清妈妈 不想做无谓的付出 丢下她我就回家了 哥哥给我打来了很多电话 我全部挂断 逼得她在微信里 给我发了一连串的红包 我都不稀罕给她 最后 哥哥还是给妈妈请了护工 护工刚开始挺好的 自从妈妈知道 护工一天三百五 就实际使唤人家 一晚上能叫人起来好几次 护工也受不了了 请了两个都被折腾走了 哥哥被妈妈折腾得焦头乱额 打电话跟我吐槽了好久 最后她为难的开口 贝贝 哥最后求你一次 能不能让妈去你那里几天 我马上要出差了 你嫂子我也没空去接 但你也知道 躺着等伺候的人 妈如果回来还要伺候她 她刚做完手术 身体肯定需要休息 我刚要开口拒绝 就听到她哽咽的声音 哥就求你这一次 我现在真的很难 我要拒绝的话 堵在嗓子眼里 上不来也下不去 我知道她难 孩子马上要出生等钱用 爸爸嫂子都是等伺候的 家里只有妈妈能帮忙 但妈妈也病了 哥哥说实话 算个靠苦的人 对嫂子和妈妈都很负责 我吐出一口浊气 最后一次 妈妈是被哥哥带上门的 她低迷顺眼 不敢看我 哥哥两手提着水果 坚果礼盒 讨好的说 贝贝 这几天就辛苦了 我让她的位置 让他们进来 哥哥看了眼我的房子 满眼赞赏 这是你租的房子 还挺不错的 我笑着说 是呢 虽然要花钱 但最少不会被人赶出去 妈妈跟哥哥脸色闪闪的 安排好妈妈后 哥哥提着行李箱就着急走 不干飞机 就先走了 过几天我回来接妈 我点点头 也背上了包 我也要去上班了 妈妈看了看哥哥 最后把恼火的目光投向我 你上什么班 你上班怎么照顾我 我冷淡的一条梅 我不上班 你多钱 我能给你点外卖 已经很不错了 再避避就回家去 哥哥也重没求他 你能不能好好地别闹了 不然你就回去伺候吧 妈妈瞬间含着眼泪 委委屈屈地闭嘴了 大门关上后 哥哥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的欠就无声地传递过来 我开口打断他 别说话 我不想提 哥哥叹了一口气 不履匆匆地去赶飞机 他这个项目做下来 能有五六万的提成 拿到手就能凑够首付 来个房子 把嫂子接出去 接着手机精英一整天 根本不接他的电话 他别再想我能像从前那样照顾他 我的心也是血肉做的 也会受伤 现在只想心疼心疼自己 下班的时候 我带了外卖回去 一进门就看见妈妈脸色 阴沉地坐在沙发上 手里拿着我的房产证 他发现我买房了 我放下包 单刀直入 你想怎么样 妈妈把房产证摔我脸上 心思底里地发飙 你买房 为什么不跟家里说一声 你哥都还没有房子 你就给自己买了房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 我平淡地把房产证收好 我想要一个 不会被人赶走的家有什么错 妈妈指着我的鼻子骂 有什么错 你还不知道你错哪了 他上来就删我巴掌 我眼急手快地抓住他的手腕 居高临下地冷冷看他 妈妈眼里虚泪 尖声骂 我跟你爸为你哥什么吃俭用 都还给他买个上一套房子 你就看着我跟你爸过苦日子 你那三十万要是拿出来 我们就能给你哥买个全款房 这话一出 我就知道他们劳两口有存款 还不会少于五十万 我想到之前他逼我给手术费 心彻底的凉了 妈妈还在不停地指责我 我怎么生了 你这么一个不孝顺的畜生 你看你哥跟你嫂子闹成那样 也不说拿钱出来帮一把 就给自己买了房子 他又恶狠狠地重骂 我看你有个房子能过成什么样 你背着房贷 哪天工作没了 别回来求我们 我冷笑地撒开他的手 我就是流落街头 也不会去求你们 你们自愿吃苦给哥哥买房事 你们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想拖我下水 我自己挣的钱 我就是丢到水里听的响 也不会给你们拿去补贴哥哥 还说我自私 我被你赶出家 结果你住院 全家就只有我还愿意管你 真自私我里都会理你 妈妈捂着胸口 气得发抖 一副很难受的样子 我凉凉地开口 这就难受了 那我送你回家 我果断地提起妈妈的行李 你不容置疑地强势 拉着他出门 就像他当时果断地把我赶出门一样 妈妈一路哭着重骂我 好像我是个食恶不赦的罪人 只有死于横祸才能大快人心 我闭着眼睛充耳不闻 直接把他送回家 到家门口 我丢下行李就走 根本不管他在背后如何咒骂我 我能想象到妈妈回家后的生活 爸爸被灌的油瓶倒了都不服一下 他回家后肯定要拖着病体做饭做家务 不像在我这里 每天悠闲地看去吃外卖 我不知道他后不后悔 但我不后悔 第二天我正在上班 接到嫂子在医院打来的电话 嫂子焦急地说 你哥出事了 我们在第一医院 你快点过来 我着急地问 什么事 他不是在出差吗 怎么会在本地的医院 嫂子愤怒地骂 还不是你把妈送回来 她着急赶回来才出了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 嫂子已经不等我追问 只丢下一句 你快点过来 就挂了电话 我手指颤抖地拨打哥哥的电话 却一直在通话中 电话根本打不进去 来不及思考更多 我抓起包就赶往医院 在车上打电话 跟朋友在短时间内筹到了八万块 我甚至考虑到 如果情况非常严重 我还可以把房子抵押 贷款出来就哥哥 出租车开到医院 我下车就冲进急诊 眉头苍蝇似的到处找人 旁边有人拽了我一把 我转头看见了嫂子 她脸色阴沉 抬手就扇了我一巴掌 我诧异地质问她 你是不是有病 我身上还带着胳膊的救命钱 嫂子冷笑 打的就是你这个臭婊子 我反手两巴掌就扇了回去 真以为我好欺负啊 嫂子勃然大怒 你敢打孕妇 我冷笑 孕妇就能打人啊 先咬者见 妈妈扑上来 哥哥满脸焦急地冲进医院 一眼看到我被嫂子和妈妈夹在中间 快不过来检查一圈我的胳膊腿 贝贝你没事 我假笑 嫂子跟我打电话说你出事了 哥哥怒使嫂子 你们想干什么 嫂子放开我 在人来人往的医院跟她对质 我跟你在一起多少年了 你家里拿钱给你妹妹买房了 凭什么 经过我同意了吗 哥哥一懵 贝贝啥时候买房了 我大声打断 平我是买房了 但那是我自己存的钱 你说我拿了家里钱 那你把转账记录亮出来啊 妈妈跟嫂子眼里闪不一丝心虚 根本不搭理我的质问 嫂子扶着肚子坐在地上哭 我跟你结婚两年 一直说买房买不上 你家里就拿钱给妹妹买 今天不把房子拿回来 我就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 我让你们老陈家绝肿 妈妈也立声对我说 你还有没有良心 快点把房子过户给你割嫂 这一出戏差点没把我气笑 感情让这么大一圈 就是为了抢我的房子呗 哥哥忽然抱贺了一声 你能不能别闹了 这一声呵呵 把旁边看热闹的人都震住了 哥哥冲妈妈喊 你当我傻吗 你会拿钱给妹妹买房 嫂子愤怒地对她说 你妹一个女的要什么房子 你不让你妹把房子过户给你 我他妈现在就把孩子打了 跟你离婚 哥哥颓然地坐在医院的椅子上 这一刻 她被最亲密的两个女人 彻底打败了 你要打就打吧 打完胎咱们就离婚 就这样生下来 你也不会善待她 你不是个好妈妈 嫂子像是被这话击溃了 她发疯似的 锤打自己八月大的肚子 我打 我这就打 我不是个好妈妈 妈妈着急地拽住她的手 冲哥哥发火 你怎么说话的 快给你老婆道歉 哥哥神色漠然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没办法了 她的项目马上就要收尾了 被妈妈打电话骗回来 提倡拿不到吗 妈妈按不住又哭又闹的嫂子 旁边忽然有人惊呼 血流血了 嫂子早产了 幸好就在医院 她被医生推进手术室 进行紧急剖工产 妈妈一直在手术室外埋怨我 要不是你偷偷买了房子 家里也不会出这些事 都怪你这个小出生 哥哥沙哑地制止她 够了吧 闹事的一直是你们 妹妹买房就买房 也没跟家里要一分钱 爱着你们什么事了 我冷漠地看着妈妈愤怒的脸 她对我来说越来越陌生 哥哥和妈妈刚刚吵起来 就被护士制止了 半个小时候 一个护士抱着一个包裹出来 张春芬的家属在吗 是个男孩 妈妈高兴得双手合十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孩子只给他看了一眼 就送去了新生二科 妈妈一心都在孙子身上 一步一去地跟着护士 直接守在新生二科的门口 早就忘了还在手术室里的嫂子 哥哥去给嫂子和宝宝讲废 我去拿宝宝的检查单 几张报告刚打出来的 还带着热气 我看着上面宝宝的血型心里一沉 哥哥和嫂子都是A型血 生出来的宝宝为什么是B型 我拿着报告直接去问医生 医生委婉地说了一句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话一出 我立刻就懂了 上网一搜科普 果然 孩子不是哥哥的 我拿着检查单赶紧去找哥哥 哥哥趴在脚废的小窗口 刚交了五万块钱 他听完我的话 表情有一瞬间的空白 我不忍心打击他 委婉地说 说不定是医院搞错血型了 话虽然这么说 但我们都知道 医院不可能出这种错 你们在说什么 孩子不是咱家的 妈妈从我手里抢过检查单 看到宝宝是B型血 他目自欲裂 恨得直吹胸口 臭婊子 那个该死的贱人 妈妈转身 冲向产科的病房 我跟哥哥都紧随其后想制止他 嫂子看见我们跑进来 眉头一皱 愤怒道 你们都是死人啊 都去看孩子不把我当人是吧 他还在生气 没人守在手术前等他 妈妈抓住他的头发 挤到耳光扇上去 你这贱人居然敢偷人 我问你 孩子的血型为什么是B型的 我跟护士一起冲上去拦住了妈妈 不管嫂子人怎么样 他现在刚刚做完手术 不适合对他动手 嫂子眼里闪过震惊 随即是欣喜 他嘲讽地看着我们一家三口 嚣张地说 孩子就不是你家的又怎么样 他亲爹身价千万 是你儿子能比得了的吗 他鄙视地看着哥哥 你他妈一个小房子的首付都凑不起 有什么资格做他店 哥哥的肩膀踏陷了 他的几两骨被打断了 妈妈尖叫一声就要冲上去 被别的病人家属架了出去 我上去拿起桌上的水杯 一把泼在嫂子脸上 果然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哥 咱们走 哥哥像忽然老了十岁 昨天他还在为了老孩子奋力拼搏 今天就被最亲密的人被刺了 他的活都没了 行尸走肉般地被我拉出医院 这事对家里打击很大 哥哥辞职待在家里 每天关在房间里不说话 我听说嫂子出院后 抱着孩子找他老板闹 被老板娘痛打了一顿 老板也根本不认他跟孩子 也不跟他做亲子鉴定 极力撇清跟他们母子的关系 两个月后 嫂子走投无路了 抱着孩子回来找哥哥 求他别离婚 我求求你了 陈家强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嫂子哭得站不住身体 他憋得很久 憋出一句 虽然孩子不是你的 但老婆是你的 我求你了 别离婚 我在监控器里看到这一幕 差点笑出来 直接通过监控器喊话 你再不走 我要和我妈回来了 嫂子肩膀一抖 赶紧抱着孩子走了 若说现在家里谁最恨他 绝对是妈妈 妈妈小心翼讨好了那么久的儿媳妇 居然偷人 还怀了别人的孩子 怎么让他不恨呢 哥哥的离婚官司拉扯了半年 终于离婚了 听说嫂子无力承担 抚养孩子的费用 偷偷把孩子扔到桥下 被人发现报警了 嫂子被判一弃罪入狱了 孩子也被送到福利院 相信摆脱了这样的母亲 她会有一个更好的人生 哥哥受了重大打击 一直缓不过来 蹲在家里一直不出去工作 妈妈好像意识到 指望不上哥哥 开始想方设法地 跟我拉进关系 可经过嫂子这事 我已经彻底认清了她的真面目 不会因为她说几句软话 或者给我送几次扎排骨 就认为她爱我 爱不是小恩小惠 爱是狂风暴雨中 为你挡风遮雨的手 爱是深陷泥潭时 拉你出深渊的绳索 爱是付出 是愧疚 绝对不是源源不断的索取 也许她曾经短暂地 爱过我一点点 但我已经明白了 人迟早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没有谁是避风港 亲人 爱人 孩子 都只是过客 从今以后 我都会坚定地爱自己